竹山夫輪社在四十三屆社長白敏元先生帶領下 在地方上做了許多公益活動 白社長即將任職期滿 日前也隆重辦理交接典禮 將職務交接給蔡錦成先生 担任第四十四屆會長一職 我在就任的期間 我非常感謝我的夫人 還有感謝我們的團隊 包括我們的秘書服務主委 他們不持疲勞 不持工作的繁忙 一旦當我想說要做服務 要出去找贊助單位的時候 他們把工作放下來 全部全程的陪我 去找所有的一個資源 我也真的很希望說我們的社長 2021的社長能夠延遲下去 我希望來替這個社會 多多少少來做一點事 能夠來接任竹山夫輪社長一職 蔡錦成社長深感責任重大 也表示會延續白社長的理念與作為 來投入更多公益服務 我贊助這個社長 祖傳社重大的責任 會帶領社員 大家出去做個 毫無關懷的弱勢 跟一些政策外的後續的服務的問題 盡量依我們服務的社區 跟這些弱勢的兒童跟天鄉交易的問題 我會一直來這行 來完成四十四階的福輪社交代來的任務 先議員參門兒當天壘道場參加交接典禮 並肯定白社長過去帶領福輪社的用心 更期許蔡社長接任後能夠持續努力 將珠珊福輪社帶向另一個高峰 白社長從這十年來做到我們很多社會服務 非常感謝白社長對地方的付出和貢獻 在這裡我們即將要接任蔡社長 一兵上司就非常 做人都真的 大家都真的比較堅定 因為他很願意付出 這次他來很幸福 我們第三福輪社社長 我們相信在他們健康力 共同博物資格 一定會讓我們的第三福輪社再創一個高峰 議長何勝峰肯定白社長過去帶領福輪社 為各項公益活動的投入 並也期許由蔡社長接任後 能夠帶領福輪社友持續來做更多的公益 將福輪社籍持續發揚 記者盧宇凱 竹山採訪報導